自不珍每日灵修 经文 有许多人跟着他 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五节 有耶稣如具的目光视线下 这些群众的影集 救顾都无所遁形 这儿并没有提到 耶稣对他们很嫌恶 但我们知道 人类隐而未陷 不敢为人知的羞耻 病痛 五花八门何其繁多 然而耶稣 却是这些丑陋灾病的克星 无论是热病 眼瞎 腿瘸 甚至麻风病 神经病 只要耶稣口出恩言 手指一碰 立刻妙手回春 豁然痊愈 习在经在父上帝 今天仍然活着 无论我们患了怎样的绝症 耶稣是我们全能的大医生 无论我们的健康情形 是怎样的恶劣糟糕 耶稣都有办法 在他里面 我们永远有盼望 因为即使在今日 他仍然行使神迹 他仍然施行恩典 让我们存着迫切需要得医治的心 来到他面前赞美他的大能 因他的全能 可以挪开我们的灾病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教会当中 有许多如云彩的见证人 可以亲口向我们叙述这样的见证 天上的圣徒 更能大声宣扬 上帝医治了他们心灵上 肉体上所有的疾病 来吧 朋友 登高山 传扬上帝的恩典大能吧 这要为耶和华留名 作为永远的证据 不能减除 作为永远的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